大家好,我是Stay 前几天,Hiona无预警发布于永俊姚的合照 间接表示两个人在一起了 永俊姚也透过粉丝论坛发表 我们互相给予了证明能量 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希望大家能够美丽地守望我们 明确表达了两人的恋爱关系 但因为永俊姚之前卷入的争议 导致韩网的反应非常负面 最近更是有网友表示 因为这个恋爱消息 2AM超过EXID Honey 目前都已经退追了Hiona的IG 连新闻也是这样报道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很多网友们表示 换做我也会退追 一般常识下 谁想和跟看过偷拍影片的男生交往的女生做朋友呢 况且Hiona曾经是Kuara的好友 但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1月21号凌晨 球官发布了一个现实动态 照片中能看到Hiona在电梯里的样子 球官留言 不管有没有追踪 我和Hiona的关系很好 我们有发卡通讯息 也有通电话 怎么了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反驳了这个争议 实际上球官和你两个人确实没有追踪Hiona的IG 但是很多艺人 无论与其他艺人的关系有多亲密 都会定期调整他们的追踪名单 所以没有追踪 并不代表是意味着有着什么特殊的背景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对于艺人在IG的追踪 退踪进行争论 没有比这更无意义的事了 大家不要再说什么艺人谁退追谁 和谁断绝关系 和谁不合什么的胡说八道了 取消关注有那么重要吗 Hiona与永俊江交往都没有被人爆料 他们自己却在那里说 请大家美丽的看待我们才是更重要的 根据一般的道德观 本来就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要交往 更何况还是他自己在IG上公开 只能说他们是同一类的人 否则无法解释 目前为止 韩网的反应还是非常负面 下个消息是 昨天1月20号 以光你在个人YouTube频道更新影片 亲自成绩没有和全Hensen交往 节目播出后 我偶尔与Hensen保持联系 有时也会一起参加聚会 但实际上我是那种需要经常见面 才能维持关系的人 考虑到Hensen不久后 续返回英国 而我则续回唱员专注于训练 我们很难发展成情侣 以光你也透露了 拍摄澄清影片的原因 Hensen与我尼上传的影片 引起热议后 他意外的收到了批评 对此感到很困扰 他希望能尽快澄清这一点 这事情是这样的 很多网友们觉得 在我尼的频道上传的影片中 Hensen做了一些 仿佛是喜欢我尼的动作 而管你在影片底下留言 哎呦 我尼坏人 所以部分网友们就猜测 男的在吃醋 女的在劈腿 Hensen因此也收到了 很多批评的思绪 宽妮接着表示 本来打算在季赛结束后 自然的见面 然后拍摄影片 告诉大家 我们只是亲密的哥哥妹妹 但Hensen希望我们能 尽快澄清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决定 现在来向大家说明 虽然未来Hensen和我 可能会一直跟着彼此的标签 但是我认为 我们两个人 最好尽量不再提起彼此 这对我们双方来说 可能会更好 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之后Hensen也在IG 发文解释 道歉了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本来他们可以舒适的相处 但他们受到了太多人的困扰 这让人感到有些遗憾 我真的无法理解那些 妄想的网友们 说他和Hensen不是群侣 却上传了影片 为了点阅率 假装情侣 我真的无法理解那个思维 在影片中都没有出现的 Kwani 要在赛季中还要出来澄清和道歉 真是莫名其妙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在YouTube的澄清影片中 他虽然说Hensen是个好人 但内容似乎只是在责怪Hensen 说因为他 所以不得不在赛季中制作澄清影片 Hensen希望能早点澄清他们的关系 又把责任推卸给女方了 对于Hensen文一辈嘛 Kwani Hensen上传解释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